700億預算 那請問您的錢 到底要怎麼來 需要發行公債呢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 增加更多錢 那在家 接下來的這段時間 您要花很多時間 在救災重建 以及內閣的整個審視上面 那請問在兩岸關係上 您會怎麼處理呢 因為現在很顯然的焦點 必須是放在國內的救災上 我們預算的來源 可能會是 以舉債的方式來進行 未來三年它將會占我們GDP的32% 那因為從這個數字來看 我們還有一些些舉債的空間 那因為我們已經算過了需要700億台幣 所以應該是可以辦得到 至於您第二個問題 有關於兩岸關係 我想說的是這個天然災害跟兩岸關係 是不相關的 不久之前 中國發生了歷史上最強大的地震 也就是四川地震 當時臺灣民眾出錢出力 當時臺灣民眾捐了58億台幣 當時甚至有臺灣的非政府民間組織前往四川救災 那這一次中國方面不只出錢 他們也出力 他們提供了組合屋給臺灣 因此對於救災來說 兩岸之間有一個共同點 那這一點就是我們相互關心 但是這一點是很合理的 我記得90年我是 90年中國有一次大水災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透過紅十字會 捐贈了許多米給大陸 我直接用中文問這個問題 就是最近幾天你在強調 你是臺灣的總統 你會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幾天來你一直強調這個問題 就是這裡衍生了兩個問題 如果最後贈災的責任 追究到你的決策有問題 或者你本人的時候 你怎麼去punish yourself 這第二個問題 我們看到最近有一個很反常的民調 就是要求臺灣的總統下臺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看到川陣的時候 沒有人有民調要求溫家寶 胡錦濤下臺 你怎麼去捍衛臺灣的主權 您剛剛問的是在我個人的決策過程當中有沒有問題 目前為止在防災救災方面 我想整個政府的政策是對的 我們落實了預防的政策 也就是請地方政府盡快將災區的民眾設立 也盡量地對他們提供援助 但很不幸的 因為惡劣天氣的緣故 讓我們的進步受到拖延 我剛剛就提到頭幾天的雨勢是非常猛烈 那麼身為總統 我當然是要負起選擇 不論是政府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都是我的事 所以這是政治責任的部分 這是我一旦成為總統之後 我就得扛起來的 那麼你剛剛提到外國媒體的民調的部分 我想對我的個人的個性風格或決策 我想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誰都可以來辦這個民調 我不知道在對岸中國 是不是也可以做同樣的民調 但是無論這個民調結果如何 我當然都得整治 我個人做的決策的過程 是不是有選擇的地方 而這讓我有機會去想像 我的總統的指責跟總統的民調能力 是不是能夠 我想我會自己好好檢討 阿沙依新聞 請 謝謝 我是那個朝日新聞的記者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剛剛的中文記者會裡面 總統總結了民眾對政府不滿意的兩個原因 一個是數字太慢 另外一個是比較亂 可是那你覺得要不要加一個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民眾對你本人表現的失望 因為可能你會說你已經盡力了 可是至少我們感覺到民眾覺得總統沒有跟他們在一起 那我的問題是 總統你認為為什麼民眾有這種鏈子 這種想法 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 今天下午一連兩場的中外記者會 就是希望能夠試圖改變外界對於馬政府救災不利的觀感 不過到底情形如何 我們剛剛記者還在持續的問答 我們廣告之後 目前總統府的國外媒體記者會持續在進行 趕快再來看看馬總統對於這一次栽購的進度與責任的最新說明 我想這對緊急是不是有緊急命令沒有關係 而是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是不是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要找出問題核心的重點在哪裡 而是不是要頒布緊急命令 真的不是關鍵所在 所以我想在未來 我會加強 像我剛才說的 比如說災害防救署跟局 這樣的單位行李 我想這對 這跟你們班級命令比起來 是重要多了 所以這是我對整個政府法制的 了解 而且我想對總統來說 尊重法規是很重要的 謝謝 我們大概還剩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只能發問最後一個問題 馬總統您剛說要將黑鷹直升機從60架減到45架 那為什麼您 做個說明 因為現在天災很多 所以救難的機會非常的多 所以總統也特別的要求我們來檢討相關的預算 能夠把部分來採購我們的救災的裝備 而且美國政府也跟常國政府審議之中 所以我們會透過美國來把我們的訊息傳送給他 因為要獲得立法院的同意 然後我們再把它改正 其實在有關我們的救災的裝備 我們在99、100、1013年當中 我們編了7億多 在99年我們編了4億多的預算 也就是要採購這些救難的救災的這些裝備 將來我們能夠把黑鷹直升機剪了15架以後 對我們戰備沒有影響 但是只要採購更多的在救災當中的這些裝備 好的 現在記者會的內容也即將要結束